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屏幕前的各位 有谁买车的时候 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车的 如果你是的话 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根据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 中国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是225辆 也就意味着每100个家庭只有60台车 绝大多数人在买车的时候 首先是要考虑到家庭的需求 所以如今市面上主打家庭为概念的SUV还是很多的 有人给你冰箱踩电大沙发 有人给你后排空间一片海 还有人给你极致的空间利用率 但也有很多消费者坚信这一点 对于一台家用车而言 安全是一 其他那些花里胡椒的东西都是后面的零而已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主打安全的沃尔沃品牌 他们家最新的一台XC60霞弯版是怎样的存在 我们年初在欧洲拍节目的时候 开的就是沃尔沃XC60这台车 在欧洲我们发现北欧人对豪华的理解非常独特 也特别有意思 比如在咱们国内 有些人觉得一个大排量发动机就是豪华 但沃尔沃现在在售车型的最大排量也就2.0T了 也有人觉得堆满真皮石木和氛围灯那叫豪华 但沃尔沃呢 他们有自己不一样的理解 沃尔沃造豪华车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怎么理解呢 就是把人文关怀和使用的功能结合起来 雷神之锤 维京战斧这样的北欧元素 大家都可能听过 但被沃尔沃的设计师解构成几笔简洁的线条 不仅与车身的整体外观搭配和谐 而且在路上也很有辨识度 而维京战斧的尾灯一直延伸到车顶 还可以在暗光环境下起到车身势高的安全作用 比起那些亮闪闪的镀铬和大量金属质感的材料 沃尔沃更擅长用简朴来打造豪华 用素雅来彰显品味 比如啊 这个水晶挡把头就大有来头 它是来自于瑞典最具收藏艺术价值的水晶品牌之一 Orifus专为沃尔沃打造的 这个品牌啊 1898年就成立了 距今已经有125年历史 也是世界第四大水晶品牌 我觉得一部车感官上能不能让大家觉得豪华 座椅是最基本的门槛 而音响是最高的评价标准 这台沃尔沃XC60 跟普通你见到的汽车座椅确实不一样 看起来它是有非常注重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这套座椅据说是由骨科医学专家参与设计的 整体承托和包裹感十分舒适 同时沃尔沃的音响呢在业内也是有口皆碑的 特别是在你选装了宝华尾键的情况下 真的可以称之为是移动的音乐听众 实话实说 豪华也就这么回事 功底啊 其实都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你堆料也好 堆配置也罢 有些车坐上去 这个音乐一播起来 那就可以直接抬奏了 瑞典这个国家 有十万多个湖泊 两万四千多座岛屿 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生长于此的瑞典人非常尊重自然 而诞生于此的沃尔沃 也始终秉持着安全健康的设计理念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奶爸 你应该关注一下车舱内的气味 为了孩子和家人的健康 尽量规避一些味道很重的车型 这台2024款的XC60是全新车 目前跑了6000公里 我坐到车里边 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新车的味道 口说无凭 咱们也用仪器来测试一下 这台车在暴晒下的有害气体数值 我们查阅了不少资料 发现沃尔沃在很多地方使用一种叫SSD的水溶性胶垫 代替了一般的沥青胶垫 并且对于塑料件 座椅发泡材料 面套材质等进行严格的TVOC挥发性监测 也就是我们那台设备检测到的参数 除了从选材用料方面的根源防护 还有主动防护 这台车还搭载了主动坐舱进化系统 可以过滤PM2.5以上的颗粒物 监测到车外颗粒物水平 或者花粉浓度过高的时候 还会主动提醒驾驶员 除了主动防护 还有更极致的考量 看到这里了吗 这是NAPA工艺的皮 很多车都有 但是NAPA工艺使用的皮 是需要经过柔制加工的 这个过程会产生少量的六价格 2%到3%的人对六价格是过敏的 所以为了这2%到3%的人 沃尔沃就使用了五个柔制的技术 并且增加了天然植物制剂的使用 防止这小部分人的过敏反应 当然细节不止于此 如果你再深入了解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一些其他有趣的地方 比如我们经常接触的门把手 钥匙 换挡杆 按钮 安全带插销等等 这些地方都会用到镍合金 但沃尔沃在这些地方会严格防控镍泄漏 因为皮肤长期接触镍泄漏的部件 也有可能会导致皮疹或者过敏 对于沃尔沃而言 这些情况是不允许出现 而所有这些配置 是没有办法写在汽车配置表上了 这也印证了那句话 看不见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我们这台是沃尔沃 XA60 B5狭弯版 在取消了B4版本之后 24款XA60全系标配B5的2.0T高功率发动机 加四驱系统 最大马力250匹 最大扭矩能做到400牛米 悬挂采用的是前双插臂 后多连杆形式 特别之处在于后桥的复合叶片残滑 之前也说过这东西更适合偏运动性的调校 尤其是高速过弯能提供很好的侧向支撑 而说到安全 不得不提的是沃尔沃全系标配的城市安全系统 你可能想象不到 瑞典司机开车时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是驼路 没错 在瑞典 驼路每年就能造成6000多起交通事故 这也是沃尔沃AEB最早设计的场景之一 沃尔沃的AEB是强大的规则编程加场景库 如今它已经覆盖到绝大多数通用障碍物 这套系统能在日常驾驶过程中润物细无声 而能在关键的时刻保护生命 在有了这套主动安全配置之后 我们也能更安心地使用它的L2辅助驾驶功能 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中有三位都是沃尔沃的车主 他们觉得沃尔沃辅助驾驶系统体验比较好的部分 是加速和刹车都做得非常平缓 特别是在跟车的时候处理得很流畅 不会出现加速不及时或者刹车狂点头的情况 另外就是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 沃尔沃的车道保持能力做得也不错 不仅能在紧急情况下不与驾驶员争夺方向盘 而且在弯道和车道线模糊的情况下 它自己也不会画龙 有人说车是家的延伸 一台车能够给家庭带来的附加价值 就是创造温暖舒适的出行环境 营造健康安全的移动空间 这么多年我们体验过很多车 尝试过大排量的激情 感受过越野车的野性 也体验过百万豪车的奢华 但我觉得一台车让你感动的这些瞬间里 一定少不了下面这个场景 那就是载着一家人安安稳稳地行驶在路上 从后视镜看他们睡得正香 你感受到的是安心和信赖 在那一刻你才能明白 什么车才能够真正做到深情陪伴 互我所爱 诶 这不是沃尔沃XC60下万版吗 这个车优惠老大了 根据沃尔沃8月份的优惠政策 这第29万2000也就能体验沃尔沃XC60 这里面有最高1万5的置换补贴 和帮你分期1万5金融补贴 并且沃尔沃还送终身免费保养 而且在上面这边如果你购买 沃XC60滚动版的话 还有2万元的牌照补贴 以及2万5的置换补贴 这个价格就为你香不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